校车上的孩子全部望向窗外 眼前的森林竟然被烈火吞噬 林中猛地传来一阵兽类私民 紧接着大批逃亡的动物袭来 学生们见状纷纷下车逃命 一只燃烧的大脚羊站在前方 小动物受到惊吓开始攻击人类 街上乱作一团 最后下车的艾福一脸懵逼 亲眼看到同类被野兽踩死 他惊慌失措地逃跑 却看到一个巨浪的影子 艾福遭遇袭击倒在地上 眼看失控的车子就要撞过来 好在女同学小来及时相救 他来不及废话 马上爬起来跑走 身侧还有可怖的伤口 艾福的肩膀也被野狼咬伤 他转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前方却是一片接连天际的大火 艾福跌跌撞撞跑到医院 等他从病床上醒来 发现不连后有个奇怪的影子 艾福小心翼翼地掀开 后面居然躺着一只受伤的大脚羊 只见他的腹部微微鼓动 一只尖锐的爪子从中渗出 下一秒医生过来巡查 奇怪的景象消失不见 医生说已经联系了艾福的父母 不久后电话响起 一个神秘男人让艾福快离开医院 还说他会在满月前杀了你 电话刚断掉 艾福的手臂一阵抽痛 随即晕倒在地 好在不久后他就恢复清醒 福妈吐槽儿子受一点小伤 就要小题大做 艾福不解地解开纱布 在妈妈看来 猙獰的伤口已经愈合 只有艾福能看到皮肤下的异常 他寄起神秘男的提醒 吵着要在天黑前离开医院 可福妈表示天已经黑了 另一面的小来逃跑后马上回家 好在家人都没有受伤 但他的伤口越来越痛 小来强忍不适准备上车逃亡 却发现车上的弟弟不见了 原来小男孩就站在路边 呆呆地看着对面的树丛 小来顺着弟弟的目光望去 赫然发现临终有只巨狼 他赶紧拽着弟弟上车 不料路上堵得水泄不通 距离庇护所还有很远的路 小来想去旅店住 但来爸是个不负责的酒鬼 没有钱租房 最后还是小来拿出私房钱 让爸爸开车去旅店 三人总算能坐下喘口气 小来却意外发现 他脸上的痘痘全部消失了 糟糕的皮肤变得无比光滑 下一秒 小来的伤口一阵剧痛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 不料在镜子里看到了艾福 小来想弄清楚情况随即离开旅店 与此同时艾福也在寻找小来 因为他看到了对方的伤口 认为小来也有同样的遭遇 街道上空无一人宛如鬼城 小来在大街上狂奔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两人在小来家门口碰面 他们互通情报 都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变化 艾福甚至凭空冒出腹肌 就在他们疑惑间 一只巨狼突然闯入 幸好看家的猎犬冲过来保护主人 艾福和小来趁机逃走 与蒙蔽的男女主角不同 一对奇怪的兄妹聚在酒吧争吵 通过两人的对话可以得知 他们是在小镇隐藏多年的狼人 正要去寻找失踪的养父迦勒 对方是当地的护林员 警察搜到了他常开的皮卡车 车身上有道巨大的抓痕 妹妹露娜见状心事重重 当年她和哥哥哈兰被迦勒找到时 临终也爆发了一场巨大山火 时隔18年 山火再发还留下了巨狼的痕迹 会不会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回来了 因为迦勒是普通人类 露娜很担心养父 此时迦勒被火困在林中 只能拿出录音机给孩子们留下一眼 兄妹俩正在四处搜寻时 远方传来狼笑 他们突然眼睛翻白 开始不受控制地奔跑 而小来和艾福也感应到召唤 四人在林中相遇 眼睛悠悠冒出金光 此时云翼散去 头顶上露出一轮明月 艾福终于醒悟 他和小来因为被咬 变成了狼人 小来无法接受事实 转头就跑 其他三人只能追上去 好在没跑多远 小来就一头撞上消防员 几个孩子被大人赶走 露娜开车 送主角俩回家 随即跟女消防员 确认爸爸的情况 对方跟迦勒是熟识 安慰兄妹俩 迦勒受过专业训练 能在林中存活一周 一定不会有事的 与此同时 艾福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无论做什么尝试都睡不着 小来也回到了旅店 不料桌上的电话开始闪烁 他拿起来细听 一个诡异的声音说道 你有危险 小来赶紧挂断上床休息 谁知跟艾福一样 迟迟不能入睡 一直等到太阳出来 两人才陷入沉睡中 看来他们的生活习性受到了影响 很快扶妈过来叫醒儿子 说有警察上门 他们此番前来 是为了调查生活起因 金发女警怀疑是学生纵火 所以在挨个排查校车上的人 艾福老师走完调查流程 就和朋友康纳躲在家里做功课 她被老妈禁足 哪里都去不了 艾福无意间得知 康纳也被一只土狼药伤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异样 康纳离开后去医院检查 医生看到药痕后 想给她打破伤风 谁知康纳突然发狂 尽管注射了一定剂量的镇静剂 她依然处于紧绷状态 甚至康纳也接到神秘电话 她听从指示逃出病房 与此同时 小莱正在家里测短跑速度 但怎么也找不回昨晚的状态 没一会儿金发女警也找到她 就火灾仪式进行盘问 另一边 罗娜非常担心迦勒 她和哥哥从小就被狼人生负抛弃 还是狼仔时遇到山火 幸好被护灵员迦勒救起 值得庆幸的是 对方还没死 正拼尽全力从山林逃离 迦勒坚持不懈 终于在宾死之际遇到了救援队 由于满月将近 狼人的状态很不稳定 罗娜察觉到不对劲 她呼吸急速 心慌难止 窗外又传来嘻嘻素素的响声 罗娜小心地靠近门口 不料一只野马破门而入 睁眼间又消失不见 仿佛刚才的场景只是幻觉 很快她收到迦勒得救的消息 急匆匆赶往医院 迦勒被医生送进急救室 两兄妹只能在外面等待 没想到凡人的警察找过来 非要现在问问题 另一边爱福去找小莱商量狼人的事 无意间得知 对方有个自闭症弟弟 两人安置好小孩准备出去谈话 自从变成狼人后 爱福就不自觉被小莱吸引 还没等她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友康娜就打来电话求救 两人立刻赶往医院找人 此时一瘸一拐的康娜逃到了后门 她想从护网的缝隙中钻出去 不料被铁丝勾住石膏 康娜咬牙捡起一块石头 用力砸开石膏脱困 正当她准备离开医院时 那只巨狼扑了过来 等爱福赶到现场时 只看到康娜碎裂的石膏 她马上捡起来查看 下一秒就被警车包围 小莱也被关在后座 爱福坐上车才发现 哈兰兄妹也在 自然被带到附近的庇护所等待问话 小莱以前的朋友胖妞 刚离开审问室 她挑衅地表示 自己告诉警察 小莱就是最可疑的人 哈兰威严烦躁不已 她必须保护好狼人身份 索性让大家统一口供 就说那天聚在树林是为了吸粉 几人相继接受询问 由于他们都是狼人 可以心灵感应 所以串个口供易如反掌 但爱福不想说谎 坚持要请个律师 把自己搞得非常可疑 暴脾气的哈兰也惹毛了警官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糕 好在加了及时赶到 声明警方没有权利在律师赶到前 单独对未成年进行谈话 随即将四个小孩带走 与此同时 小莱的好朋友胖妞正准备离开 没想到车胎被划烂了 她倍感无语 让老爸过来接自己 谁知车身一震 另一侧轮胎也扁掉 胖妞害怕地锁上门 紧接着几个轮胎相继鄙气 画面一转回到主角这边 在回家的路上 加勒得知 男女主被狼追击后发生了突变 她表示 自己也是因为遇到巨狼袭击 才不慎越过防火线 不过加勒没有被咬伤 根据现在的情况推断 那头巨狼 很可能是兄妹俩的生父 加勒到家后 先找哈兰 露娜谈话 她害怕门外两只新狼人 会做出袭击人类的举动 毕竟 他们是半路被转化的 跟生来就是狼人的兄妹俩不同 就在这时 胖妞给哈兰发语音 说自己的车胎被划烂 问是不是小莱故意报复 加勒文言 担心是巨狼干的 马上去找对方 并且嘱咐几个孩子 老实待在家 不要到处乱跑 等加勒一离开 刚才的警察悄悄来到附近 艾福不知道被人盯上 她现在最担心的事 就是神秘人的警告 满月之夜马上到来 那只狼会不会过来杀人 大家锁好门窗 紧张地等待 并且互相确认彼此的能力 艾福力大无穷 小莱速度超群 哈兰跟露娜则分别拥有 敏锐的听觉 嗅觉 但是在警局的时候 他们都感觉到了能力互通 也就是说 当几人组成一个族群时 能力也会同步共享 艾福打开一段高频率声音测试 结果只有哈兰能听到 难道刚才的猜测是错误的 可下一秒 他们都闻到了一股味道 有人在靠近这栋房子 紧接着敲门声响起 好在来者不是狼人 只是警察 哈兰让大家躲到里间 自己走出去应付 这个警察莽撞又没有规矩 上来就抓住哈兰 逼他承认纵火 罗娜听到声音赶紧联系加勒 这时哈兰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 谁知巨狼瞬间扑出来 拖走警察 哈兰跑进屋 告诉妹妹狼来了 电话中的加勒文言 让儿子去马厩找枪放身 哈兰带着妹妹过去寻找 枪就藏在密码箱内 加勒在电话里说密码 罗娜却被一旁的白马吸引 哈兰不知道他怎么了 一把夺过手机继续开锁 箱子里不仅有枪 还有银制子弹 看来是专门猎杀狼人的武器 而小莱发现兄妹俩不见踪影 准备离开这里 可艾福又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对方警告他俩 别离开房子 另一边 暴躁的警察在林中清醒 他费力爬起来巡视四周 不料发现巨狼就在前方 警察被拖到一边虐杀致死 另一边 小莱不信任神秘人 叫着艾福一起离开 谁知正好撞见巨狼 庞大的野兽逼近艾福 仔细嗅闻他的味道 却没有杀了对方 关键时刻 哈兰开枪吓走野兽 艾福想不通 巨狼为什么没杀他 一旁的罗娜表示 两人已经跟他们兄妹绑定 现在都属于巨狼的族群 狼群内不会轻易自相残杀 等迦勒赶回家时 看到哈兰拿出银子弹 质问他 为什么制作猎杀狼人的武器 是不是要杀了自己个妹妹 迦勒没有反驳 毕竟他以前从未见过狼人 不清楚兄妹俩会不会害人 所以迦勒才留了后手 刚才的警察迟迟没有现身 大家不免猜测 对方已经遇害 平静的日子将要结束 不管那只狼 是不是兄妹俩的生父 他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手 迦勒先将艾福小莱分别送回家 嘱咐两人明天照常去上学 起码演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第二天艾福早早醒来 父母正在厨房谈话 母亲不断的抱怨 儿子的恐慌症有多让人费心 还说艾福完全比不上其他孩子 冰冷的话语没有任何温度 艾福有些痛恨自己超群的听力 他慢慢不乐地赶去学校 遇到了同学小卷毛 对方火灾那天 撞见过巨狼杀人现场 想跟艾福讨点抗焦虑药 就在这时 老师拿来试卷准备考试 同学们叫苦不迭 艾福看着康娜的空位 非常担心朋友 因此导致恐慌症发作 精神无法集中 不料哈兰兄妹也出现类似症状 小莱甚至手抖到捂不住笔 几人立刻聚集到卫生间 因为他们共处一个狼群的缘故 艾福的恐慌症殃及到了所有成员 大家七嘴八舌地谴责他 这让艾福想起妈妈早上说的话 他忍不住恶语相向反击哈兰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始动手 哈兰的獠牙都长了出来 小莱见状忍不住发话 既然大家碰到一起就容易失控 以后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四人闹得不慌而散 Luna渴望朋友的愿望再次破灭 只能独自去图书馆 没想到小卷毛找上门来 想让话际高超的Luna帮忙画出怪物 她知道没人相信自己所言 Luna文言不好多做表示 只提醒对方 再看见怪物一定要逃 她知道狼人有多危险 因为Luna记起了一段往事 她小时候曾经失控 杀掉了迦勒买的马 所以养父才下决心制作银子弹 于此同时 小莱回到家后 意外得知弟弟接到了神秘电话 那个不明来路的人警告小莱 没有狼群的帮助 他就无法安全活下去 小莱压抑着不安带弟弟去上班 路上看到一辆奇怪的黑色车子 他不放心的去停车场查看 没想到回来时 却发现弟弟不见了 小莱心急如焚 到处找人 一路跑到了楼顶上 他的眼睛发出金光 大声呼唤弟弟的名字 随后跑回工作的地方联系爸爸 结果看到爱福抱着弟弟出现 对方手里还抓着一把狼毛 看来巨狼刚才出现过 爱福表示 自己听到小莱的呼唤后 就不自觉地跑了过来 紧接着 哈兰兄妹也跑到现场 狼群根本无法抵挡同伴的呼喊 不管四人再怎么排斥彼此 他们的命运都牢牢绑在了一起 另一边金发女警还在寻找康纳 她昨晚特地回到失踪现场 不料看到一只受伤的大脚羊 对方的肚子上有明显的野兽抓痕 林中绝对有不一般的生物 女警直觉 迦勒知道怪物的事 就把对方叫到警局 问她不过危险越过火线 是不是在寻找什么 紧接着 女警带着对方去看大脚羊的尸体 迦勒自然不能透露狼人的存在 谎称这是由黑熊造成的 自己那天被火困住 也是为了找熊 这不是女警想要的答案 她正要失望离开 却被迦勒叫住 对方说 知道女警为何怀疑学生作火 因为林中还有第二个起火点 没等两人详谈 警方就发现 那晚私自行动的同事不见了 她的车就停在迦勒家附近 女警马上前往现场调查 不料看到了树上的血迹 殊不知 同事已经被狼人拖回巢穴 扔到了尸体堆里 警察失踪的事 很快传到了主角团耳中 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大家基本可以确定 警察是因为攻击狼群成员 才遭到扑杀 而康纳因咬痕不同 并不是狼群的一员 加之她的小腿受伤 意外激发了狼人的攻击性 就在这时 那通神秘电话再次打来 四人的手机相继响起 艾福犹豫过后接通 神秘人念了一首奥维德的短诗 内容关于第一个狼人 莱卡翁的诞生 四人是阿卡迪亚的国王 曾建立一座神庙纪念咒斯 却偷偷给神供奉人肉 咒斯发现后将其变为狼人 神秘人表示 狼人无法控制捕猎欲望 只有主角团齐心协力 才能阻止她继续杀人 电话挂断后 神秘人发来一个位置 众人立刻潜往此地 只见狭窄的小巷子 有辆翻倒的车 他们拉开车门正要救人 车里的女人却突然被拖进暗处 尖叫过后 一切归为沉寂 四人赶紧开车逃跑 如今车里的女人已经遇难 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对付巨狼 只能想办法阻止对方继续害人 另一边 女警和珈乐合理调查火灾一事 一位女警在第二个起火点处 发现了纵火装置的零件 而这些零件出自学校的3D打印机 所以她才一直调查学生 这时上课铃声响起 学生们陆续进入教室 女警留下尼克单独谈话 对方的爸爸是名消防员 并且死于多年前的伤火事故 尼克经历过这样的创伤 却领着同学跑去建筑工地 欣赏这次的火灾 实在是有些可疑 女警问出建筑工地的位置 紧接着带人过去查看 她把失火那天的卫星视频 交给珈乐 并推测纵火犯点燃起火点后 就是在此处观察火势蔓延 但珈乐看出两处是同时起火 纵火犯应该是在建筑工地 远程操纵带有燃烧装置的无人机 分别飞往指定地点后启动 眼下尼克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中人正打算离开时 无意间发现一部电梯 女警让同事先走 自己留下来跟保安检查一下 不曾想围打误撞找到了巨狼存放尸体的老巢 保安正想问正是怎么回事 却被女警一棍子敲死 掉进了尸体堆里 画面一转回到主角团那边 神秘人已经将新的位置发了过来 巨狼今晚的目标就是同学小亚 哈兰知道对方要举办派对 决定等晚上混进去见机寝室 爱福为了强化自己的力量技能 跑去健身房锻炼 他超长的力量引起众人侧目 哈兰看到后暗自较劲 没想到因为狼群的共享功能 他的力量也大有长进 两人的关系因此缓和 爱福和哈兰坐在一起闲聊 两人谈到了莱卡翁的故事 不免想到狼人既然是被迫改变的 说不定也有机会变回人类 很快到了晚上 主角团溜进小亚家里 派对的气氛逐渐高涨 巨狼却迟迟没有现身 大家干脆放松下来享受派对 各自去找新上人聊天 爱福还跟尼克交换了手机号 不过他发现对方的号码很熟悉 就在这时 泳池附近传来争吵声 原来胖妞喝醉了就是重提 还在错怪小来划烂他的车胎 小卷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错过去煽风点火 小来见状 读过他的手机扔进泳池 卷毛无语只能跳进去打捞 不料看到了水下的巨狼 他火速爬出泳池逃跑 只见主角团看向平静的水面 紧接着巨狼的身影浮现 所有人尖叫着躲到门后 巨狼藏立在夜色中悄无声息 大家只能躲在房间 爱福无意间看到一个奇怪的金发男 他盯着窗外不停的粗喘 一直念叨着想不起自己名字 爱福只能当他嗨大了 并没有放在心上 众人渐渐失去耐心 觉得外面的野兽早已经离开 爱福让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坦白康纳就是被野兽所杀 但他没有说那是狼人 只说是只大黑熊 小卷毛文言一场激动 他不懂爱福为什么撒谎 那怪物绝对不是黑熊 卷毛赌气走到其他房间 爱福没有追过去 因为他发觉刚才的金发男不见了 胆子比较大的尼克决定出去找人 哈兰担心对方也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女警跟迦勒通话 谎称保安没有找到钥匙 所以无法进入内部废旧电梯 迦勒没有怀疑还告诉女警 他们在尼克家找到了关键线索 不一会儿 一辆警车来到小亚的别墅 警察表示要找尼克 爱福趁机告诉随行的迦勒 那只巨狼就在后院 此时尼克和哈兰正在林中找人 眼看越走越远 哈兰觉得他们应该回去 尼克没有什么意见 他很喜欢哈兰 还有点担心对方族群不接受自己 哈兰一听立刻站住 一般人只会说朋友 绝对不会用族群这种词汇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质问 就看到了尼克身后的巨狼 两人正在惊慌失措间 女警举着枪挡在他们的身前 并让哈兰跟尼克马上离开 很快别墅的人听到一声枪响 迦勒立刻拿着银子弹枪冲向树林 而女警刚才只是鸣枪警告 他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还可以帮狼人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对方逐渐松懈下来时 其他警察赶到现场 暗处的巨狼再一次暴躁起来 还猛地冲向迦勒 对方立刻开枪 擦伤了巨狼的肩膀 女警返回派对 让所有人各回各家 迦勒却发现哈兰不在 罗娜猜到 哥哥一定想把尼克藏起来 只是对方不回信息 他无法得知哈兰的位置 艾福还在记挂着金发男 担心对方被狼人吃掉 毕竟今晚还没有结束 而哈兰并没有跑远 他把尼克带到了自己的马厩里 哈兰趁机问清楚心中的疑惑 先是尼克的手机 打给别人会显示未知号码 紧接着他又说出族群这种词 这一切都很可疑 尼克解释 因为自己经常收到骚扰电话 所以才故意隐藏手机号 至于族群 只是形容主角团关系很紧密而已 尼克提到打骚扰电话的人 总是说知道泥巴真正死因 但尼克坚定地认为 父亲死于火灾 并没有搭理对方 哈兰相信尼克没有说谎 两人在马厩凑合了一夜 黑暗的夜晚似乎恢复平静 别墅内的胖妞给小亚盖上毯子 自己去泳池游泳 不料巨狼悄靠近 张开了巨嘴 他拖着尸体离开现场 却被躺在沙发上的卷毛发现 第二天一早 主角团聚在马厩 讨论给尼克打电话的人 不由得谈到了 17年前那场火灾 尼克说 那场灾难 只有一个叫老马的幸存者 他坚称 泥巴等人是被狼咬死的 老马如今就在医院当护工 私人一听 马上去医院找人 老马见这帮人知道狼人的存在 就把他们领进工作间详谈 17年前确实发生了火灾 救援队 被困在火圈内 只有一条火车道能走进去 不料众人被一只灰狼拦住 救援队驱赶不成 只能开枪 可那只狼即使身中数枪 也能重新站起来 直到一把冲对方没心开了一枪 大家挪开尸体 将其抛入大火 结果那家伙还没死 而且火让他的身体变成两倍大 还能用后腿直立行走 众人立刻砍倒大树砸过去 那只重伤的狼终于逃走 但悲哀的是 临终不止一只狼 刚才那只灰狼拦在路前 就是不想让人类 进入他们的生活圈 眼下救援队已经没了子弹 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老马当时只知道埋头狂奔 其实没有看到巨狼咬人 但是他们听见了同伴的惨叫 艾夫想到 迦勒就是在17年前的大火处 找到了哈兰兄妹 也许那只灰狼就是两人的母亲 而且对方被树砸中后 很可能死掉了 所以巨狼才咬死消防员 为妻子报仇 眼下大家知道火是触发狼人变身的关键 也就是说电话那头的神秘人 大概率是导致伤火的纵火犯 因为他知道火会让狼人变身 就在这时哈兰发现马厩的门开着 原来迦勒找到了尼克 并把他交给警方处理 哈兰为言暴怒 一拳打向迦勒 紧接着露出獠牙 剩余三人也被迫变身 迦勒见状马上呼唤哈兰的名字 紧接着四人恢复正常 他知道只要呼喊狼人的名字 就能换回对方的理智 哈兰绝对不会伤害自己 而且那只巨狼也不是他的父亲 原来迦勒那晚用银子弹射中对方后 那只狼变成了金发男的样子 也就是那个忘记自己名字的人 可爱福记忆的他叫巴伦 罗娜意识到这个巴伦 很可能是他们的兄弟 本季到此结束 狼群是MTV热门剧集少狼续片 顾名思义 这一季的主题是族群 讲述年轻狼人探索根源 共同成长的故事 本剧是十多年后的重启剧集 故事却没有什么新意 机械鬼狼人题材确实很难推陈初心 不过狼群整记下来缺乏高光剧情 感觉直到第六集 故事主线才真正展开 希望第二季可以精简故事 加快整体节奏 带来全新的关剧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